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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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怎么喝她敬的茶 怎么 我们今天不来 什么时候才能喝到女婿的茶呀 就是 自己的人也消消气 算了 老天 我看呀 今天又得晚了 我们先回去吧 改天再和女婿谈谈婚事该怎么办 好 好 那 去看你亲大人的意思 你看看 多好啊 妈 秋女士 其实我俩这会儿正能闹分手呢 你闭嘴 我们呢 很满意这个女婿 要是你这次再被甩 或者敢动我外孙一根寒毛 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算了 算了 当初你怀孕的时候 还不是有一段时间 跟我闹着要分手 小两口的事 就让咱们自己解决吧 我们走了啊 走了 我为什么要说我怀孕了 刚才怎么好像有个声音 一直在我耳边说 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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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烦死我了 你到底跟我爸妈说了什么呀 你不是耳朵很好吗 怎么没听见他们进来的声音呢 这么晚 你去哪儿 因为田小姐您的哭声太大 导致我没能听到 对此我很抱歉 另外相机的钱 我会准时打给你的 关于客串角色的事呢 让剧组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我会去的 你要走 你把我的人生 门搞成那样你就想走 这种寄人篱下 养人鼻息的日子 我活了五百年第一次遇见 我也已经受够了 田小姐 我们还是各自珍重 有缘再见吧 你 离了我们家 你还能去哪儿啊 再说了 你不是在找仇人吗 这离了我能行吗 多谢您关心 不过我知道 有句话叫 君子不抢人所难 而且我马上就要被 全人类通缉了 恐怕会连累田小姐的 这也不一定到五千万对吧 咱再想想办法嘛 你不了解秋女士啊 她这样一生气 就不会让我叫她叫妈了 而且她说道具母女关系 真的不是说着而已啊 她的脾气跟我外公 一模一样的 放手 这关我什么事 我宁愿死 也不要跟你住在一起 这句话我送还给你 我 我错了我错了 我 我求你跟我住在一起 我求求你老婆哥 你是真的 想让我留下来给你呗 好 保证书 真够土的 第一 绝不随意打骂乙方 践踏乙方的尊严 第二 积极热心帮助乙方寻找仇人 而且绝对不逃避责任 第三 乙方住在甲方家期间 要配合甲方假扮情侣 但不得有非分知晓 好吗 可以签字吗 好吗 你真真的很小气 你都活过几百年了 肚子里应该能吃好几艘航空母舰了吧 用不着写保证书 你能做到就好 我睡觉了 吵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还要辞词 还有 他在乎 就别感受了 点击量的事情 你再想想办法吗 市中心顶层的公寓 你未婚妇也真是够有钱呢 你们这些万恶的资本家 当然了 张家和红氏的联姻消息一出来 我们两家的股票 就像春雨后的小和苗 像喝饱了水一样 扑扑扑地往上涨 请吧 那你还不让我买 无论多么强势的股票 只要你一买 就会跌得很惨 你缺钱 姐姐赞助你 求你千万不要买我们家股票 好猫 咋啊 妈 你明心注意个形象啊 怎么就没形象了 你 你 你啊 我可以了 我 我来看他 请 真是很对不起啊 明明因为我的身体原因 耽误了你们现场的拍摄 结果还要天小姐你来看望我 不论怎么样 还是我男朋友失礼的地方 因为他平时要在 跆拳道馆交小朋友 所以今天专门拜托我 来给您道歉 真是不好意思 你男朋友是跆拳道教练吗 我身体肩还挺弱的 医生经常让我多运动 但是我实在不喜欢 健身房那一套 跆拳道听起来 也不错啊 他在跆拳道馆 主要是交小朋友的 不过也有成人班 是馆长在带 我跟馆长还挺熟的 可以介绍你去 那就拜托你了 我也是客人 竟然要被你这个主人使唤 这可是病人的优待 有时间在这里 享受病人的优待 拜托 你不如把身体练得 强壮一点 好了 亲爱的未婚妻 我要去换衣服了 来 你为婚妇要请我吃饭 你想多了 我们十点还要出去秀恩爱呢 所以说 让孩子们不挨饿 不挨动 是对福利院的基本要求 而由红氏集团 捐助的这家福利院 我希望它能有更高的标准 除了能够满足孩子们的 温饱温 更应该解决 孩子们的心理诉求 健康和身体健康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真正感受到 家的温暖 我的讲话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今天时间 我们看到您和未婚妻 张萱萱小姐 频繁出现的公众视野 是不是婚期将近呢 有好消息 会告诉大家的 谢谢 刚才红先生一直强调 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是不是联想到 自己的成长经历呢 当然 我小的时候 得到的关爱就不多 所以自卑的性格 到现在都还影响我 所以在这儿我要呼吁大家 能够多多地回归家庭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 有爱的环境下成长 您是不是已经开始考虑 自己孩子的健康教育问题 还有您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你从一开始结婚的问题 问到生孩子 你一定是萱萱的粉丝吧 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私生子 你肯定没看过 几年前我的专访 更别说十几年前 我继承红氏集团的报导了 那个时候 我应该还在读书吧 介于我们俩的关系 我觉得我有必要向你 普及一下我的生平 好吧 我谢耳恭听 我在美国出生的 母亲生我的时候 难产离开了 保姆把我带大 我父亲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我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去世了 于是我就继承了红氏集团 你专访的标题是不是 穷小子一秒遍才罚 成长的苦水谁人知 那可不止一秒钟 继承之路并不太顺利 因为是私生子 最后不得已 要和一具尸体进行亲自鉴定 对不起啊 刚才我那个玩意 没关系 这些事我早都放下了 叶老师 这是昨天的实验报告 好 谢谢啊 这一份好像不是我的 对不起 可能是我刚刚不小心 还原了一些删除的数据 没关系 那应该是老师的 奇怪 怎么连样本编号都没有 老师 这一份血液样本分析报告单 是您的吧 没错 这份血液样本 是我研究分析的 您是从哪里得来 这份血样的 为什么人类的血液当中 会有这么完美的修复美啊 只是检测到了 非常少量的修复美 这份血样 是我们资助人寄来的 它让我保密 至于其他的 我和你知道的差不多 看来我们这个 神秘的资助人 不是个普通人 老师 刚开始给我们 休眠体头发样本的 就是这个资助人吧 您说这个血液样本 会不会和那具 休眠体有什么关系啊 那就要等到 找到那具休眠体之后 我才知道了 警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 案发现场太干净了 我现在都怀疑 是不是那具休眠体 自己 自己跑了 王先生好 大嫂哥 大嫂哥 我有时间 有时间 有时间 你到底跟我爸妈 说什么的 你都问了无数次了 真的没说什么 他们只是让我改口 叫父亲母亲 就这么多 你要想让我早点离开 就赶紧帮我找到仇人 你不是偷到卖玉璧的 档案了吗 里面有地址吧 打号音会用吗 那家人搬走了 警察局的系统里 有每个人的信息 只要知道名字 找一个人应该不难 不过你应该要证明的 是你的确在找试探的亲属吧 什么 你让我跟小燕很好 在她面前秀恩啊 你没事吧 大哥 你不觉得这要求很过分哪 反正也不会更坏了 上次车祸后 没人再追求你被拒婚的事 假如我的身份被曝光 你顶多也就是个被妖怪 欺骗了感情的可怜女人 现在你爱得越深 以后就能博得更多的同情 但你也知道 前几天我还在她和同事面前 被交了一声 丢死人呗 我告诉你 你一旦在她们面前低下了头 可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你想清楚 好 也是 也确实不会更坏了 那我怎么做呀 首先 完善我的个人信息 美籍华人 有真实的出入境记录 另外 你这橡胶球掉进境界里 再触底比一瞬间 还有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利用坠落的力量 狠狠地弹起 所以田净之 你已经触底了 不要再扮演被抛弃 被同情的角色 也不用在相遇后难堪地躲开 尽情地去秀幸福 高调到让人掩护 让他们知道你现在有多好 除了狠狠地弹起来 你没有任何推理 你怎么结婚 不是 我的了 哥 冻不冻观察一下 警察局 set of general 找一找 入侵网络的办法 天静芝 田静芝 像个无间不摧的女王一样 站在前人面前的感觉 还不赖吧 可以了 可以了 算 算 天静芝 你少喝点 小心被狗仔拍到冲标期 没关系 今天姐给你们表演挖皮筒 今天真的太爽了 没想到 原来从井底弹起来的感觉 这么爽 别蹭到我身上 好吗 那人家去洗手了 慢点 我们去 你慢点 警察局的系统 你能黑进去吗 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他们用的是内部网 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系统 来进行验证 然后还需要密码才能够登录系统 不同级别的警员权限不同 但如果只需要查询住址的话 不需要很高的权限 只要我能拿到身份卡 我就可以登录系统 查询完毕之后 清楚查询眼镜 但不足 Zimmer 不是年轻值吗 你就得劲了 就得劲了 你看 不过来 在内心里 热情变做担心 也许你我之间存在过错觉 宣言姐 你 给我看这个干什么 我 你说干什么 娱乐报上写着 田净植酒吧献哥大胆识爱 他是这样的人吗 全世界的女人在热恋的时候 都可能智商为零 唯独她是智商飞涨的奇葩 你不觉得自从她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个男朋友之后 这里就已经完全失调了吗 大家好 这些啊都是我男朋友请大家吃的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来来来 大家赶紧过来吃吧 冻冻心 来了 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也觉得姐姐的皮肤变好了 是不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听说过吗 这沐浴在爱河里的女人 有一半会被淹死 这还有一半呀 就像泡了牛奶浴呢 嗯 唉呀 好了 不要再愧疚了 人家都已经原谅你了呢 我们家大乔可是说过的啊 这过去的一切 都是为了造就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还得感谢你呢 而且这个男人 现在就住在小植家 怎么可能 是啊 怎么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的底细 给我查清楚 据我推测 八成是一个趁虚而入的 情感炸气犯 好 放心交给我 张小姐 来 我特别喜欢你 我是你的粉丝 能给我签个名吗 只要签名不要合影吗 那 那我能否跟你合个影呢 当然 那我也去 我也去 我也去 孙燕姐 韩先生姐 孙燕姐 吓个人 吓个人 真好 赶紧跟我来 孙燕姐 跟您合个影 谢谢啊 如果没有记错 分手三年 你这是第一次主动约我出来 怎么 咖啡不合你胃口 我看到报纸上说 你最近交了一个不错的新男友 所以我在想 你到底是来炫耀的呢 还是想跟我旧情复燃啊 把我当备胎 这次想请你喝个下午茶 就是想表示一下慰问 上回你们研究中心 因为车祸丢了凶眠体 我民私苦想了好久 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听说租借那季凶眠体的费用 相当之高 结果还是丢了 估计要赔不少钱吗 怎么 你不是在挖井吗 现在 又想资助研究事业了 你知道的 我一向对科学研究什么的 不这么感兴趣 也是 你的倒霉体质还挺反科学的 李教授是你们科学研究中心的 负责人吧 这回休眠体丢了一定非常地孕了 那他有没有什么 淋风流泪啊 茶饭不思啊 或者给你们研究中心的资助人 打个电话装个可怜什么的 怎么可能 你想多了 不过 希望早日找到休眠体都是真的 肯定会找到的 田定直 你到底想问我什么呀 你最近是不是见过老师 上回在你们学校拍戏的时候 碰见李教授了 但他看起来好憔悴的样子 李教授还担心我上回车祸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说想帮我做个抽血检查 你说什么 我说李教授想给我做一个抽血检查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是必行血吧 叶老师 我给你买了杯咖啡 谢谢啊 你们家小饼最近没有在讨课了吧 谁知道呢 我也不能每天看着他 那个道具真的不是他换的吗 当然不是 这点我是肯定相信他的 警察抓人也太不负责任了 那两天围观拍戏的人那么多 到义务室看热闹的人也不少 凭什么就偏偏怀疑我们小饼 那天你也去看热闹了 怎么会 他可是我最讨厌的女生类型 看来你们姐弟俩的品位 真是相差甚远啊 陈青少男是很好他这口 不过小饼跟我说 那两天在片场也看见李教授了 你说李教授是不是也喜欢 天津植那种类型的 我听说李教授已经离婚好久了 叶老师 我开玩笑的 我 谁 谁 你干吗呀 吓死我了 上车 鬼鬼祟祟的 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了 在这儿上车 觉得还挺快 车连网都会用了 不过还差一点 就赶上本小姐了 没办法 天赋一饼 哼 你今天没有去跆拳道馆啊 我还准备录完节目去接你呢 小朋友们明天早上要提紧 不宜剧烈运动 所以晚上的课取消了 然后就偷偷钻接了我的车来吓我呀 特意赶过来接你的 不说声谢谢吗 你来接我就不能提起打个电话告诉我 干吗 你不是让我给你打电话吗 对了 和第六人的约会 开心吗 你简直就是代表月亮来消灭我的 夜人渣的脑袋 肯定是被上个世纪的榴弹打过的 根本不开窍 无论我怎么把话题 往李教授身上也 他完全不理我 看来是毫无收获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又不是农民伯伯 穿重一地素 秋收万科子啊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啊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 也很努力 我现在觉得认识你 打住 千万别给我发红人卡 因为我心里啊 压根就不想管闲事 我 我看一下 疼不疼 不需要特殊治疗 我 不需要特殊治疗 我想上次治疗你手掌的时候 留在你身体里的舌尖血 应该还有用 我的天啊 我身体里竟然还留着你的血 所以 不要随便让别人接触你的血液 否则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可是会很麻烦的 想要拿到我的血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 提捡的时候就需要抽血啊 有你在 我基本上与提捡无关 跟你受伤的时候也会流血 这样不就拿到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上次李教授说 要给你提检是不是 可我拒绝了 第二天 你就受伤了 你是说 李教授 怎么这么晚还不走啊 灯也不开 因为我知道 老师每天晚上 都会来这里检查一遍 实验室不能喝酒 你早点回去吧 老师 老师 华商田净植手掌的那个道具 是不是你换的 那份匿名的血液 是不是就是田净植的 能够倒杯酒吗 你说的都是事实 是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研究中心 成立十几年 虽说有一些新的发现 但是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我为了他拼命工作 甚至连家庭都失去了 我不能再失败下去 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机会 为什么田定植会是机会 你知道了什么 那次车祸那么严重 他竟然没有大碍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车辆毁坏成那样 我看过他的医疗记录 身体个个不为 甚至连软组织磋伤都没有 这合理吗 警察和医生都认为 是他幸运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身体奇特的人 有的人被雷击中之后 身体就带了电 有些人 天生就可以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猜想 田净植的身体 一定有奇特之处 而实验的结果 而实验结果 恰恰证明了我的猜想 可惜检测到的完美修复霉 太微量了 就算把田净植全身的血液 都抽干 也无法进行有效的 提取和研究 你知道你这么做 是犯罪吗 我知道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配做你的老师 我 只有这一次 我可以证作 什么都不知道 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伤害别人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李教授他们也发现了 我受的伤和车祸现场 不品牌 所以才想要研究 我的血力 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现在也许已经知道了 实验用的休眠体苏醒了 那怎么办 薛浩冠 我们先等一下 只要你不到处乱说 没有人会知道 我是那具休眠体 是 保密级别为S 幸亏我那条沾满血的裙子 莫名其妙地不见了 否则那裙子上都是血 我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 肯定会被他们拿去当作 外星人研究的 并不是莫名其妙不见了 是被我拿走了 是 果然这样还是老的辣呀 这百岁的人 还是斗不过千岁的腰啊 不过你还是 离李教授远一点 虽然她不是我的仇人 但是我估计 我的仇人应该认识他 我已经查过了 那家研究中心 启动了很多年 而且各种花费都不费 背后一定有 很强大的自主人 这这这 这这视频点击到的问题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又出来一个 什么自主人 真的是 霉运重重 为今世福啊 我 我 许 许耀哥 这这这视频点击量 长得好快啊 记住 如果你以后在外面 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人后事 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怎么感觉 人 都在说你自己啊 田净植 那我就没有隐私了 你需要隐私 是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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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这 是我 她 我 我 她 那 我 你 你 杂志说 广播电台 说四点 还没公司 原来 真的是个盖斯人博物馆的 大乔哥 昨天一共有两次 通过搜索大乔哥的名字 进入网页的访问记录 IP地址呢 一个是金明公寓 有钱人 另一个是山顶的花园别墅 又是一个有钱人 金明公寓是小燕 山顶花园别墅是萱萱 就说这两个人 不会这么轻易相信 特别是张萱萱那个神鬼 真的是太敏感了 对他真的是 半分钟都不能放过 这家伙跑得简直 比曹操还快 喂 我最最亲爱的好朋友 怎么了 吃饭 好呀好呀 我下午的心 换衣服呢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好呀 哎呀 我下午的心 中午有时间的了 换衣服呢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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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想吃肉 来个沙拉啊 然后再来一杯热眼 哎呀 扣子还没扣好 你不觉得你这样 殷勤力有点过头了吗 慈善家的世界你不懂 这是英雄西英雄 今天是我们伪情侣正式亮相的日子 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了 别想那件事了 你头发有点乱了 哪里 这边请 谢谢我来办 走 出门 轩轩 洪先生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薛林乔 你好 我是洪世光 轩轩这位公父 黄先生 你手心里都是汗 心率也很快 平时应该胃寒 食欲不振 全身无力 受到的惊吓 还可能会出现惊觉无力 营养不良加缺乏运动 跟我前几天接收了一个小朋友 症状差不多 脱体二姐的服务 我刚刚报了 跆拳道馆的成人班 所以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 太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打扰一下 鱼医师坏掉的龙头 滴滴答答上了手 窗头想你的人哦 不是 提醒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头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头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坐自换我 不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再没亮起的路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轮回中入温 你会不会不是我一样回来 赢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再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随便再说放手 让你再拒絕 感谢观看